大家好,我是Patricia 歡迎收看8月26日的節目熱看 2012的香港小姐競選 決賽就是今天 而打入10強的佳麗 經過兩個多月的相處 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 而我們也知道 從初賽開始 他們過關斬仗,殺入這個10強 不多不少都可以感受到 他們面對挑戰 以及他們友誼大考驗的沉重壓力 希望這次他們在泰國之旅回來時 就會在當地發掘自己的潛能 更有自信去達入選美舞台 以及發揮最好的一面 2012的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將會在一會兒節目熱看之後 在TVB1、TVB2、LA 和三藩市電線播出 所有的佳麗除了會穿很漂亮的 晚藝服之外 也會穿穿泳衣和旗袍 接受私宜尖銳的台腕 討論他們的急財 還有就是你一定不會錯過 去見證今晚2012的香港小姐 哪個佳麗 可以得到冠軍和接受這個加冕 是時候就藝人專訪了 我們會繼續請來 大卡市做王者的 鄭則慈和黎耀祥 跟我們介紹一下在這個戲裡面 甚麼叫做王者這個角色 就是太子的老師 太子的老師身分特殊 又有權力 誰都想做,總之爭取來做 在做王者之中 太子有兩個泰父 一個是我,一個是麗耀祥 我們兩個之間有很多矛盾 很多衝突 因為兩個人的政見有所不同 一個是走正道,一個是走歪路 其實董超一開始也不是反敗 他也是正派 因為他輔助的大殿下 是一個很正面的人物 但他在前面沒多久 就開始流落金角,被人陷入 我變成好像桑卡之犬 一直被人打壓 這個時候,西公娘娘 為了要拿一個謀神 就捉了我過去 變成我在過程中 心路的情緒不停變化 可能董超因為想自保、草慈師 出賣了他的親人 出賣了他的自己的靈魂 但他又想大殿下那邊 有人可以附著他成材 因為大殿下後回來 心目中找到的人就是余靖 因為余靖的確是一個奇才 很正氣 但余靖回來後 看到董超的所作所為 令他太反感了 從這裡開始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理念 我自己希望可以做到 樹徒同歸兩個人的目標是一致的 但始終正邪難並立 最後還是踢到你死我活 你看是我死還是他死 做王者的意思 其實就是太子身邊的一個大臣 亦是一個士讀 就是負責教太子讀書 或者教他很多國家大使的東西 希望令太子能夠登基做上皇帝 余靖這個人 一直都是一個忠心愛國的人 一心康復太子登上皇位 做一個好皇帝 為了成為一個做王者 始終要犧牲很多人、很多東西 正所謂是一將功成萬骨庫 所以踏上做王之路也很痛苦 對自己來說其實有很多矛盾 以及有很多心魔要克服 原來如此 我想問一問兩位 你們覺得最難對付 以及最佩服對方是甚麼呢 還有Kent哥 你這次在戲裡是做反派的 和飾演余靖的長仔 有很多衝突的場面 不如跟我們說說你有甚麼感受 董昭最難對付 就是因為他是資歷較為深 我爹的門生 他對於朝政那件事 都比我偷切很多 他本身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所以我跟他之間會出現很多分歧 余靖令我最佩服 因為他正氣,而他最難對付正氣 因為我是邪道 邪和正之間要對立的話 要花很多功夫 我不是想打低他在戲裡 而是說我需要跟他合作 你想想,一個正氣的人 如何跟一個邪道的人合作 所以這件事要小心處理 才會有機會做得好 長哥的演技真的非常好 我應該佈置一個學習的態度 我演反派的戲很少 通常都演正派 這次希望有一個不同的方法 去處理一個反派人物 希望反派帶給觀眾一些新鮮感 Kengor,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很資歷心的編劇導演、演員 在這部戲裡也幫到很多意見 因為在細節上或演繹上 以及在戲劇上的衝突 其實他也提出了很多意見 令整部戲的衝突更加明顯 而且有時有很多細節位置 也可以補充 《做王者》我也有看 前幾集,因為劇的關係 你們倆就會拆出很多火花 我想問Kengor和祥仔 你們如何看自己在劇中的角色 在我眼裡看董超是一個悲劇人物 因為他想走正道,走不了 但他用一個藉口令自己走歪路 人真的很無奈 可能在現實社會上 很多人都會為自己做的事辯護 但真正到最後,他堅持告訴我們 我們是否正在走正路 我飾演余靖這個角色 本身她的人是較為忠心愛國 但亦因為忠心愛國 變得有點迂腐和猶疑不決 因為始終在這個輔助太子的途中 有很多矛盾的事要處理 做王者是一部很有故事性的古裝劇 Kengor和祥仔 不如跟大家推薦一下 謝謝你,製作從中有提到的 寶貝是一部有代表的 你很喜歡身體的 這段影片裡是最喜歡的 青城Cesco的 大約會 香港的 你不會有需要的 這段影片 就在節目裡 《街頭2》已經播出了大結局 不如我們看看下一個新劇是甚麼 以前你沒有演技,現在還沒有品味 香雜王 粗聲粗氣,沒有離貴氣 沒有喝過這麼漂亮的湯水 你回家煲湯吧 可憐,我有老公親 脆嗎?真的沒有文化 你說甚麼 你說甚麼? 理你也浪費氣 我不會接著你老公 以為自己很厲害,我屁 儀態萬千,粗粗,周身眉態 要不要浪費命? 不值得了吧? 你穿得下就拿去吧,怕你襯不起 現在很稀罕你嗎? 這雙鞋就適合你了 中國人廣求門當互對 門不當,自然貼錯門神 居然你是男主的視頻 你擺下來了,怎麼會耍我? 互不對,自然針鋒相對 交我房間整陣味 你和我蟑螂嗎? 你瞪他 要打破傳統? 我不喜歡你和梨少妹在一起 哪有這麼容易 兩位媽媽,冤家還是陳家? 巴不得媽媽 汪亞姐和Gigi、黃淑儀 很久沒有同台演出了 而在這個新劇中 他們將會有甚麼大鬥法 真是令人期待 巴不得媽媽將會在明天星期一 在TVB1、TVB2播出 喜歡汪亞姐和Gigi的你 千萬別逃走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更詳細的節目播映時間 以及播映頻道 記得上網到TVBUSA.com查詢 抽獎的時間又到了 美國TVB為了回應 觀眾對我們的熱烈支持 我們每個星期日 都會在節目熱看裡 繼續抽限量版TVBuddy鑰匙 我現在抽出第一位行運觀眾 先說給大家聽 我們的TVBuddy鑰匙扣 頭和手會動的,很有趣 好,第一位行運家庭觀眾 就是Ling Au Yang 她住在West Covina,加州 恭喜你 你可以得到這個雲設計的鑰匙扣 好,接著我們抽第二位家庭觀眾 可以得到 乳設計的TVBuddy鑰匙扣 那我由仔來抽 這位家庭觀眾 第一名是K.I.E.T 最後名是H.U.Y.N.H 她住在Houston,Texas 恭喜你 以上就是這個星期 可以得到TVBuddy鑰匙扣的 幸運家庭觀眾 恭喜你們 我們的工作人員 很快會聯絡你們 將這個獎品送給你們 時間差不多了 在這裡提醒大家 接下來的星期二 就會播放《笑逸夫獎2012》 而原本的星期二檔案 將會暫停一次 希望大家留意 好,下星期同一時間 節目熱看,再見 想看回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請上臉書的TVBUSA版面 記得要點讚我們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